诗篇三十篇第五节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诗人在这里 以转眼之间与一生之久两相比较 转眼之间与一生之久相比算得什么呢 怒气与恩典相比又算得什么呢 你可能遇到神的怒气 虽然是转眼之间 但你觉得很长久 当事情过去之后 你回头看一看 你就会发现 那真的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 他的恩典则是一生随着你永不止息 不要为将来的时日担忧 他的恩典足够你一生之用 转眼之间也是一生中的一部分 他的恩典要在你的一生中 继续不断地与你同在 纵然在他的怒气中 你也是在他的恩典中 他的怒气也就是恩典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他一定会发现的天下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